台湾疫情爆发也蔓延到中台湾 苗栗也沦陷了出现第一起的个案是案例2011 足迹广泛曾经到板桥来聚餐 但找不到感染源头 台中则是有新增确诊两例 一个是小六女童 另一个则是住在大理的保健食品研发员 编号1886 那就是今天公布的另外一个案例 他也是住在大理 那他本身是从事保健科技业 他有北上以及南下的旅游史 台中市长卢秀燕下午在宣布新增一名确诊个案 台中17号新增确诊 除了案2016小六女童 大理有一名案1886 食品保健研发员也染疫 他的足迹曝光 5月12号到早餐店用餐 14号跟姐姐到台北找律师 15号开车南下到云林 16号出现病状挂急诊 确定感染 匡列16人居家隔离 5月14号去台北 所以我们高度怀疑 环保局紧急全面清销 大理连续两天爆出确诊个案 周遭店家有如死成空荡荡 但没想到大理第一个案 68岁的男子 原以为他的生活规律 现在被爆出误导疫调 没说在便当店工作过 他严重的疫调不实 企图误导 制造当地居民 以及东山国中师生的恐慌 可能为了保护这个便当店 故意把箭头倒向别的地方 重罚最高30万元 除了台中以外 苗栗也有一例按2011活动范围 从台北板桥聚餐 再到谷关爬山 三度到新竹的医院就诊 匡列66人 我们整个疫调还看不出 他有特别根据哪一个感染源 目前按2011找不到感染源 但有北部旅游史 苗栗卫生局持续疫调 中部疫情蔓延台中两例 苗栗跟着沦陷出现一例个案 也成了苗栗县内第一起本土病例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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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